今天咱们接着讲韩瑶富 他的后半部分其实就讲了六个字 时也 运也 命也 视频的最后有韩瑶富和陌生气的原文 为什么还有陌生气的原文 看到最后您就知道了 有先贫而后富 有老壮而少衰 满腹文章白发静然不重 才书学浅少年极地登科 深怨公额运退反为妓妾 风流妓女时来配做夫人 青春美女却招愚蠢之夫 俊秀郎君反配粗丑之妇 这写的就是人生无常 远了不提就提我讲过的钟离春 也就是钟乌燕 《猎女传》里记载 这位女子丑的都不行了 岁数又大 谁看都觉得她嫁不出去 得当一辈子老姑娘 但是后来呢 人家自建嫁给了齐宣王 最后做了王后 光看这件事 得觉得这姑娘命真好 但实际上 看过我那期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人家不光是命好 是有胆识有见识 长成那样 赶到王宫去找齐宣王 见了面 先用戏法引起齐宣王的兴趣 后来又条理分明地列举出她的四大错 劝她身为一国之君不要沉迷酒色 这光是命好的事儿吗 没有那个脑子 到了齐宣王跟前也是送人头去的 蛟龙未遇 潜水于于鳖之间 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 衣服虽破 长存以礼之戎 面带忧愁 美抱怀安之量 时遭不遇 只遗安平守份 心若不欺 必然扬眉吐气 出贫君子 天然骨骼生成 炸腹小人 不脱贫寒机体 龙游浅滩遭虾系 虎落平阳被犬欺 咱们说时运重要 但也不那么重要 为什么 谁都有个时运不济的时候 重要的是 这个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做出怎样的选择 同样是摔倒 有的人就地躺下 有的人破口大骂 有的人琢磨自己 为什么会摔倒 再站起来往前走 也许还会摔倒 但不会是同样的原因 不管处在什么样的近况 内心平和 心存志向与傲骨 这是君子 一旦得志 内心膨胀 嘚嘚嘚嘚 看谁都瞧不起 这是小人 天不得时 日月无光 地不得时 草木不生 水不得时 风浪不平 人不得时 利运不通 祝福祝禄 命理已安排定 富贵谁不遇 人若不依 根基八字 岂能为清为相 俗话说 小富靠秦 中富靠德 大富靠命 咱们普通老百姓 只要勤奋 起码饿不着 您要是勤奋 有脑子 人品还好 那很大概率 会更富有一些 但要是想做大事 发大财 恐怕还真不是 勤奋 人品 头脑 能解决的问题 无息欲居洛阳 朝求僧餐 目宿破窑 思衣不可遮其体 思食不可寄其机 上人增 下人宴 人道我见 非我不弃也 以前啊 我寄居洛阳的时候 白天到寺庙里讨饭吃 晚上就住在破窑里 这就点题了 这篇文章既叫韩窑富 也叫破窑富 食不果腹衣不必体 上等人僧悟我 下等人讨厌我 人人都说我卑贱 除了我自己之外 没有不嫌弃我的 金居朝堂 官至极品 位至三公 身虽居公于一人之下 而列之于千万人之上 有踏百辽之杖 有斩笔令之剑 思衣而有裸锦千香 思食而有真修百位 初则壮士直鞭 辱则家人捧伤 上人宠下人庸 人道我贵 非我之能也 此乃时也 运也 命也 如今我官居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以承借百官 穿的是绫罗绸缎 吃的是山珍海味 出门有保镖 在家有美人 上有皇帝宠着我 下有百官奉承我 人人说我天生高贵 但这不是我有多大本事 是天时和命运的眷顾 咱不论其他考证 单凭这一段话 就大概能猜出来 这个不是吕蒙正邪的 这就不是一个官居宰相 城府极深的人能说出来的话 虽然最后也说了是命运的眷顾 但是多少有点张扬了 所以说人生在世 富贵的时候不要肆意挥霍 贫贱的时候不要自暴自弃 天地间自有它的安排 这篇文章主要强调的是 食运命对人来说很重要 有它的道理 但我想说的是 这些都不是定数 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事 做出不同的选择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咱们要尊重命运 但不认命 因为您的命运 始终在您自己手上 我看了评论 有的朋友说的对 韩瑶富这篇文章 就是千现一懂 要是从文学的角度去分析它 没啥高谬的技巧 但是为什么知道 他的人这么多 得云社功不可没 但更重要的是他实用 跟陌生气一样 您现在一度的火 看藤王格序他解不了气 但是陌生气能解气 您的朋友做生意失败了 很沮丧 您给他讲洛神父 讲离骚 他叽叽不起来 但您要是跟他说 不是你不行 是啊 马有千里之城 无奇不能自亡 人有通天之志 非运不能自通 保不齐真能安慰他 哦对了 这个齐啊 以前是多音字 现在只有齐一个音了 其实韩瑶富有好几个版本 我选的是流传最广的一版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搜索一下其他版本 后送大家一首陌生气 大家可以截图 后面是韩瑶富的原文 也可以截图